其實電影對我來說 只好看和不好看 我不懂怎樣分 那一部分我不管 我只是做我自己演員的那一部分 沒有一個計劃 我沒有計劃 今年12個月又做什麼又做什麼 我不會的 我是很隨意的 可能是當時令自己開心快樂些 有些時間就將一些折磨自己的 我覺得是一種自我調節 多個想給別人一些什麼 沒有那麼偉大 就是給我多點快樂觀 可能是我自己的一個調節 有時候有些被虐待狂 那時候你就去做一些很重的戲劇 有時候你覺得不行了 這陣子受不了 可能在生活上都需要調節一下 令自己高興一點 讓自己開心一點 做一些戲劇 那被虐待狂多一些 演員都是被虐待狂的 我認為我自己是很小心的 永遠是一個舒適的地方 這是我經常和自己的掙扎 所以我經常想做一些 離開舒適的地方 但有時候一做就會很大壓力 因為所有事情都不是我舒適的地方 但有時候是需要做一些這些事情 我在演員工作崗位做了四十年 你好像有很多包袱 你好像有很多包袱 你好像建立了一件事出來 你會很容易覺得 如果有時候犯了一些錯 所以這就是一個壓力 我以前一向都是拍一些 我自己很熟悉的團隊 或者很熟悉的導演 我覺得我最近都已經開始 嘗試做一些像紫光那樣的 那樣的改進 當然你小心翼翼 你真的不會錯 但你永遠都不會有再突破的空間 我考慮很久很久很久 掙扎很久很久 到最後決定了 其實都覺得 是不是對的呢 但有時候就是要這樣 就是不要想 試一下去做先 就是不要理會否正確 或者會不會不好 就是不好也是一個經歷 疫情開始的時候 我一直都在做事 變了對我來說又好像 雖然某程度上 我會覺得你那個價值觀 有些改變 就是你會想多些時間 就是 配家人 多些時間做一些 你自己真正喜歡做的事 見一些你想見的人 不想見的就不要見了 就是你這一方面 會特別缺絕了很多 我覺得這個是疫情 對我來說 我就是11點多鐘睡覺 然後我通常六、七點起床 我自己很喜歡運動 所以我每一天都會有一些 routine 例如有兩個多鐘頭的 拉筋 少少 cardio 因為我自己平時 用來幫助我玩我自己喜歡的運動 所以我每天都會有一些 輔助的運動 例如我喜歡玩帆雪 我喜歡滑雪 我喜歡滑水 這些你全部都要 身體的柔軟度可以 還有你的肌肉都習慣 經常動 所以我早上每天都會做這些事情 有時候下午看著戲 看著書 但我是很奇怪 我從小到大 不喜歡一些集體的運動 例如踢球 我都不會 我沒辦法跟一個團隊一起做一件事 我又不是特別喜歡跟別人爭 我不是很喜歡爭贏的運動 我發覺我這麼多年來 我都是喜歡一些平衡的東西 或者跟大自然互動的東西 例如帆雪 你完全看風 看天氣 每天都不一樣 每次都不一樣 每次都不一樣 沒有風就沒有了 沒有風就快要長 我喜歡跟一些 跟大自然一起溝通的東西 雪 無論是快板和雪 帆雪就是你的引擎 你完全要懂得看風 你要留意天氣 你要特別比平時敏感很多 因為你對自己安全很多 而且你要懂得 我覺得這樣是有趣過一些 要贏一二三的那些 好像我前一陣子拍電影 導演逼了我彈琴 拍完後自己又喜歡 又開始找老師 又學一下 因為我覺得 我彈完之後 原來彈樂器不是彈給別人聽 其實是彈給自己聽 是一種自己的一種輸法 你不同的情緒彈出來又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是很好玩 但我個人就是 取得一些東西很快 但我沒有那個耐性 我練習我練習 我除了為了拍戲 或者我每天練八個小時都可以 但我平時不會幫你這樣練習 我總之釘到就算了 我沒有什麼耐性 我通常什麼都懂些 但又不聰明 因為我永遠都不肯浪費時間去練 我唯一有一個弱項 就是 我的身體語言一般 因為經常都不肯去練習 因為其實平時一向都要練習 形體的控制 例如跳舞 或者什麼 你對於自己整個身體語言的控制 就好一些 但就懶 但我覺得 其實最重要的是那個時間 和身體語 那些語言還是差一些 我覺得也是一個方法 彈鋼琴也是一個角色投入的方法 那些語言 開始的時候大家都沒有什麼想法 他就是這樣交給我自己去練習 那我就盡量 盡量 連結一些我自己跟我以前過往的一些經歷 我覺得是有些很多相似的地方 例如在 接受西方教育 小時候也有很多機會 因為我媽媽有很多兄弟姊妹 我以前又跟西人拍拖 他們又有一個西人的圈子 我又經常跟他們一起玩 這些我跟南剛很相似的地方 這個人沒有什麼野心 他沒有什麼野心很安於現狀 南剛的前半生就好像做所有事情都是為了爸爸 後半生可能就是為了一個女人 沒有什麼主見 沒有什麼野心 我沒有什麼導演給我 我只是想他有什麼要求 就是給我一個導演給我 就是這樣 那你自己搞吧 盟加拉 盟加拉 十元豆 十元豆 Rober仔 什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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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說 我沒有說因為我演了什麼戲 我有另一種挑截方式 我也是這樣演的 現在看起來就覺得 嘩 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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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說呢 都還沒有人很成熟 真的很多事情可以好一點 不放啊 因為太豐章了 不要動 勤病人 拐不死 transformer 一個怎樣的導演 一個火爆到ойд 經常在原上發脾氣的動員,大方少少都是這樣 因為我拍《編好正傳》的時候,我只是其中一部分 那變成還好,我不覺得有什麼 我不理其他人,我只做我自己的,我不理其他人 我只做我自己的 喜歡我,我就走過去 有什麼脾氣,不關我事 我不是來社交的,我只是來拍戲 《侯敲源》導演都好玩 因為他有很多素材給你 你需要多少他都有 我記得我拍《悲情城市》的時候,我看過 起碼看這麼多書 我記得那時經常去聊天 他不會迫演員 他不會迫你做到一些什麼 他跟李安都不一樣 李安是一邊試探你,一邊推你去懸崖 即是迫到你所有東西都出來了 可能就不會,他會給你很多資料 很多素材,你需要的東西給你 然後讓你自己去發揮 你做不到他都沒有辦法 他覺得,因為有時候演員就是這樣 有時候情感的東西 無法去不了,迫都無法去 你可能需要一些鏡頭 或者其他方面的幫助 畢竟是一個團隊,他也不是一個神 如果那天做不到,就做不到 李安導演就不會 李安導演就不會了 李安導演就不會了 李安導演就要折你,整你,刺你 不是青年期,我覺得現在我也是很運氣的 因為你有很多機會給你去嘗試 我覺得我的順利和行為 因為在於我每做一件事很認真 即是每次我對待一個戲 或者對待一個角色 我真的全力以赴 所以無論那件事出來好和不好 人們都願意下節再給你一次試試 我相信是這樣 我喜歡拍戲是因為我可以在鏡頭底下宣洩 我自己壓抑著很多的情感 這個是我開始拍戲的原因 就是一個發洩 我沒有想過會成為焦點 但當成為焦點也無所謂 我沒有當自己是一個焦點 開心我相信一定有的 但又不是特別好興奮的 因為我只不過是做回自己 或者有一些事情我跟著自己的心去做 我不會因為你喜歡我這樣而我繼續去做那件事 你喜歡我那件事就要做的 因為這樣可能會失去我自己 以我覺醒基本上最不喜歡做東西 但其實我又很喜歡做戲的 肯不肯我都會想的 但我不是經常想的 有時做完一段時間我喜歡 可能兩年都不想拍戲 或者三年都不想拍戲 但可能突然有一個計劃 或者有一件事你很想做 我沒有控制著自己要怎樣 真的隨心 那時候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沒有一個計劃 我還是不會有一個得定的計劃 可能因為世事成長的階段 是一個不開心的童年 所以我一直都希望 想知道怎樣可以快樂 怎樣可以開心 那可能一路以來 甚至我相信做戲 都能夠幫我治癒了我某一方面 平衡我某一方面的情緒 否則我不會太喜歡做戲 所以以後做所有事情 就算有時拍戲劇 有時拍什麼劇 有時看一些宗教的書 或者什麼 其實全部都是 可能對我自己的一種治療 某程度上我覺得是解到的 就是自己有越來越好 不會像小時候這樣 可能轉了去牛角 情緒很壓抑 某程度上我覺得對我很有幫助 如果不然我不想做戲 做了40年 我覺得我自己也成熟了 最近這10年8年 比起以前 沒有那麼容易發脾氣 代人處事 但我覺得我還是保持著同心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很重要 是否要很靠近的人才會發脾氣 我想是 而且我很少發自己的脾氣 我常常發自己的脾氣 我只是不懂發自己的脾氣 因為我不懂發人脾氣 謝謝別的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 謝謝你 謝謝謝謝你 真的太好了 謝謝謝謝你 謝謝 謝謝謝謝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